我亲自去帮他跳了一台钢琴 搬回家 那小的呢 我希望他可以跟哥哥组一个乐团 小的至少弹个吉他嘛 结果 那爸爸就可以直接教你弹吉他 弟弟我教你 你弹吉他好不好 他不要 他喜欢鼓 他打鼓 为什么呢 鼓也是乐团的 我带他 我带他去 我带他去小猪 朱建辉 开的那个瓦里勒 去吃饭 然后去吃那个 Dino做的那个意大利 很好吃 然后他就 大家就带他上去看 然后他以前很怕老外 他在三岁四岁的时候 那时候看外国人他会害怕 他看到Dino不怕 然后看到Dino在那边 Dino又是左拐子打鼓 他跟一般正常打鼓不一样 他是左手 反正就是看Dino打鼓 看完以后他回来他就说他要打鼓 这这真的很棒 他现在也打鼓了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他自己找到一个对的 他自己有触动的东西 对对对 那今天他就会比较认真了 对对对 所以小英姐就说 你们家开始会很吵 有吗 很吵 钢琴还好吧 钢琴还好 对 他现在去年 鼓不好听的时候真的很吵 去年有一次已经发表过一次 就是一些成果发表 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钢琴老师会让他们成果发表 对那那今年呢 应该是明年年初 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现在在苦练一首歌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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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接下来我可能会可能在大概后年吧 后年可能我会出一张童谣 后年啊 对可能会出一张两年后 我会出一张童谣专辑然后让两个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很棒啊 那为什么是后年 因为可能 因为明年已经做好了 因为明年可能有文鸡旗舞3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当中 只是说 为什么啊 就我不太懂 有的时候艺人自己会有自己对他品牌经营的这个步骤 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四文兵 什么时候决定要做文鸡旗舞 呃四文兵可能会暂时先放在一边这样 对 为什么啊 呃没有为什么就是情歌唱很多年了 要让自己休息一下这样 那换个心情 那说不定啦 因为现在不知道 因为接下来一直到明年 这一年当中 台湾社会如果发生够多好笑的事的话 可能明年就有文鸡旗舞3 那如果不够好笑的话 可能明年就有童谣 可是我都没有笑怎么办 我都有一些热血 因为要逗你笑很难啦 可是不是 我会升起一些热血 像我很喜欢马路进行曲 是 跟三部曲 是 可是我个性还是有比较严肃的一面 是 所以我听到这种议题 我就会觉得 你知道会有一种 你是因为它的文字吗 还是因为它是进行曲 中 休 六 应该说先是 这个音乐 音乐看起来很呆 可是我回头 立刻看了几句歌词 我就知道 其实它是很有深意的啦 应该这样讲吧 谢谢 就探讨我们整个那种地理政治学的虚幻 对不对 那三部也是跟他透露一下 你要唱哪一首歌 你还要再唱一首歌 还要再唱一首歌啊 对啊 拜托提名八字耶 金曲 好 那我唱马路进行曲 中小如人爱如塞着塞不停 心意如和平如如不是很平 你看爱过东西如到处是均景 那安和如乐利如多少钱一瓶 光复如复心如是什么光景 思维如八的如是什么德行 短短一条健康路 大家拼了命 却发现成功路全部都难行 我们抬头望啊 天无散热情 我们低头看啊 地无散礼品 我们都一样啊 人无散两营 我们的老家啊 没想落影 那最后一定要唱成台语才刚好押韵啊 对但是因为第一张专辑 第一张专辑真的有脏话 所以我们这张专辑我们就避开 就是这张专辑真的没有脏话 这张很纯净耶 这张专辑只有到台中 哈哈哈哈 没有我要讲的是你们在第一首歌 就已经使出了一个策略了 对对对 就是马上去的虽小里面 这是史上第一个那种 框框对不对 让大家填框的字 一般人听歌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作词人怎么这么混 然后就是一个歌没有写完 就觉得很故意啊 然后就留空格 其实热荣大哥你不知道 其实原本这个歌 我们做demo的时候 是有完整歌词的 你是刻意把它挖掉 对因为 因为《麻雀虽小》 我们刻意就是 这张代表台湾现象的专辑 是 所以我们把《麻雀虽小》这个歌 当成这张专辑的intro 跟他的album title 所以你就不能限制他 那其实看到了那个歌词 完整的歌词以后 反而我其实在担心 我跟《麻雀虽小》在聊 就是说我会担心 会不会让听的人 去针对某一个事情 其他局限 还是针对某一个人 我懂了 那后来我就想说这个 你可以放在那个 改版庆功里面 可以 对后来 可以把那个放进来 其实后来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做一个 做一个尝试 以前到现在 华语歌曲还从来没有人敢 从来没有 很大胆 就是把每一句歌词 拿走几个字 然后 我们在做demo的时候 那个想象空间就出来了 好大 就是大家在听这个歌的时候 一定会有你自己的歌词 你应该办一个作文比赛 有有有 就是在 这次文机起舞 在我匹克邦的部落格 那就办一个比赛 就是说 时间到什么时候 10月底 到10月底 那所有的网友们 听完这张专辑以后 留下你的心得 不是啦 我只能说这个词 歌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麻雀虽小歌词乱入活动 这样 大家呢 这个 我们的主题是 你必须要符合台湾现状 所以把你心里面的词写下来 了解 然后 这个email给我们 上面都有 在匹克邦我的部落格上面 都写得很清楚 email给我们 然后这个 最后我跟五星老师 会挑出几位 这个有创意的朋友 然后我们会送给大家 这个 乱制作的帽子 然后跟文基许的T-shirt T-shirt 这样 好 我们这边先公议大家一下 你就唱两段 让别人知道什么叫做空格 好 那那个空格的部分 要怎么表现呢 所以在专辑里面 在歌里面呢 我是用啦啦啦啦来代替 这样 遥远的啦啦啦啦 一个小岛 像一根啦啦啦的香蕉 有人说哪里啦啦啦那么小 切给别人刚刚好 就这样啦啦啦 谁都不想要 谁都啦啦不替他撑腰 就这样啦啦啦啦 帮手帮脚 麻雀想飞却飞不了 嗯 很好 所以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参加比赛 就远处的 刚才是啦啦啦 对 远处的太平洋畔一个小岛 对对对对 遥远的太平洋畔一个小岛 没人吃的香蕉 或者是太烂熟的香蕉 就是这个意思就对了 或者是一个白木的香蕉 也可以 三个白木 白木才两个字啊 要三个字啊 没有三个鸽子 对 其实就是歌词乱录 是看大家的想象 不见得一定是非得三个字 真的吗 对 那只要唱起来顺就好 因为买专辑送你十首歌的卡 所以你除了填完以后 你如果真的兴起 你想跟着唱 你多几个字可以用附点表示 对对对 直接可以唱 好真的很恭喜我们的斯文斌 其实台语歌坛真的也是沉闷很久了啦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 对 现在词曲就是比较偏向大众口味 对对 那难得还有一个施文斌啦 哎呦别这么说 我还继续努力 因为连国语歌坛的这种 比较思想叛逆性的歌也越来越少了 那何况是台语歌坛 赞 赞 赞 请大家支持啦 文基及五二麻雀 所以想来看看我们台湾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谢谢舒文斌 谢谢 谢谢 白白的那样 我真正想起 我真正想起 没知你是这样有情有情有情 已你的一切是一切都是一切都十一切都是一切都是一切都十一刻 ä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